- 大家早安 - 好 大家早安 - 林志小學校一年一度的專案夫婦競賽又開始了 - 專案夫婦競賽我們預計會從即刻起 - 然後一直徵見到12月3號 - 我們先來說說過往哪一些人來參加競賽 - 過往其實有蠻多國高中生跟大學生 - 他們會用線上的方式自己組隊 - 或是先來上我們的英國 - 對 知道怎麼提案之後來提 - 對 然後再來也有一些是老師們 - 他們因為學校要開PBL課或探究與實作 - 所以他們就想說那我來參加這個競賽 - 了解一下到底怎麼做一個專案 - 然後另外呢也有一些像TED - 然後像小草書很多NGO NPO - 他們可能會來這裡提案 - 那希望可以在JulieV社群找到工程師 - 或是各行各業的熱血公民可以參與這樣子 - 所以今年的專案夫婦競賽 - 針見題目一樣不限 - 然後只要符合開源協作精神就好了 - 那參賽資格呢 - 我們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參與 - 但我們有針對20歲以下的青年們 - 有一個就是保障的名額 - 然後希望可以鼓勵他們盡量來參加 - 然後一樣就是我們這次一樣會有初選的獎金 - 那初選入選之後我們會有提案優化工作方 - 還有一對一的臨時先輩的諮詢 - 然後決選之後我們也會有決選獎金 - 那這次也比較特別就是 - 像那個Corp for Japan那邊有在跟我們討論說 - 有沒有機會他們的決選團隊來跟我們一起有一些交流 - 所以鼓勵大家可以參與 - 然後報名方式的話就是 - 只要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- 這裡有個看針見辦法 - 點進去之後我要提案 - 然後再進去之後我又要提案 - 好這邊再進來一次 - 然後就會有一個建立提案的地方 - 然後其實有三個適合參加的情境 - 就是如果你剛好目前已經手邊有想提案的專案 - 然後或是你已經提了剛起步的 - 非常歡迎你來參與 - 因為我們的針見模板是比較是引導式的 - 希望可以協助大家釐清跟完整化你的專案 -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針見是12月3號截止 - 在這之前你只要提案了 - 下面都會有回饋區 - 讓G0B社群或是路過的就是使用者 - 他就可以在下面給你回饋 - 你可以馬上修正 - 一直修到你針見截止為止 - 對 那如果你初選入圍也會有一對一的諮詢 - 所以很鼓勵大家可以用這個機會把專案做完 - 那如果你本來的專案 - 你現在已經是老屁股的專案了 - 然後你肯定有想新提的一些子計畫 - 你也可以在這裡提 - 那最後是如果你有想要跳坑的專案 - 你也可以到我們的專案列表上面 - 看看有沒有你有興趣的 - 然後再加入他們的專案 - 以上就是三個很適合參加的情境 - 但如果有其他情境 - 你也想要諮詢看看的話 - 今天可以來找我跟黃毅 - 然後還有周松的夥伴 - 我們都可以協助你了解專案復化競賽 - 謝謝大家 - 謝謝Tiff - 我自己私心非常可以跟大家參加 - 因為專案復化競賽 - 並不是一個完全以勝負為導向 - 重點是在於能夠引導大家做出一個專案 - 重點是在於能夠引導大家做出一個專案 - OK - 對